朋友您好,欢迎回到随便记忆频道,今天是2021年10月4日 日本媒体报道 说,今天下午召开的日本临时国会指名选举上 新当选日本自民党总裁的岸田文雄正式成为了日本 自1885年开始内阁制度以来的第100任首相 此外,由于日本众议院的本届任期至21日结束 岸田文雄计划在14日解散中院,并在31日举行选举 而这也就意味着其作为日本第100任首相的任期将是短暂的 如果他能率领自民党在即将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获胜的话 他将接受日本天皇的委任状,成为日本第101任首相 在当选日本第100任首相后 岸田文雄前往关顶,与公民党代表山口纳基南举行党首会谈 会谈后,岸田文雄设立组阁本部,进行内阁人士变动 新任内阁官方长官松野博一公布全体内阁成员名单 报道说,岸田文雄的内阁成员共21人 除首相本人之外的20名阁僚中,有13人是首次入阁,占比达到了65% 2020年是简易伟上台组阁前,首次入阁的新人是5人 2012年安倍第二次上台组阁时,首次入阁的新人是10人 在首次入阁成为岸田内阁成员的13人当中 有3人是只当选过3次众议员的新人 这是岸田文雄重用新人的意识的体现 在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时候 岸田文雄就强调要注重老中青力量的平衡 岸田内阁有3名女性成员,分别是少子化担当大臣 兼地方创生大臣野田圣子 数子化担当大臣木岛花莲 以及新冠疫苗担当大臣窟内赵子 另外呢,为解决日本出生率低的问题 岸田内阁还将考虑设立儿童事务厅 岸田内阁的一大革新是新设经济安保大臣这一职务 由当选过三次国会议员的小林英之担任 小林英之同时又担任自民党内新国际秩序 创造战略本部事务局局长一职 跟他的顶头上司自民党干事长甘利明走得很近 日本媒体称小林英之和甘利明都有提言献策的责任 甘利明3日在接受采访时 谈到了新设立经济安保大臣的重要性 他说这是个非常重要的职位 能够对各个省厅下达指令 他的位置跟国家安全保障局是一样重要的 另外这也是岸田文雄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时的竞选公约 需要一个专业的内阁成员来确保经济安全 防止半导体等重要原材料以及核心技术流向其他国家 岸田内阁当前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有效对应新冠疫情 新冠疫苗担当大臣库内赵子是第一次进入内阁信任 能否继续推动疫苗的接种将直接影响到日本的防疫效果 今年冬天 日本预计会出现第六波疫情的冲击 新内阁必须要做好应对的准备 与此同时 岸田文雄也研究了安倍内阁和简易伟内阁的新冠对策 从中总结了两届内阁被批评的原因 希望能够找到新的有效途径 所以本次岸田内阁人士任命的一大焦点 在于首次入阁就担任后生劳动大臣的后腾茂之 岸田文雄期待他成为一名具有实物能力的助手 另外在这20名内阁成员中 只有外部大臣茂木敏充和防卫大臣岸信夫 是从简易伟内阁留任下来的 分析说这体现了岸田内阁在外交和安保政策方面 基本上还将延续之前的路线 暂时不会提出自己的想法 随着岸田文雄成为日本第一百任首相 其现年57岁的妻子岸田玉子 成为了日本的新一任第一夫人 岸田玉子精通英语 曾经是日本马自达公司重要董事的秘书 在岸田文雄担任日本外务大臣的时候 岸田玉子曾经陪着他一起出访国外 2016年4月 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在日本广岛市举行期间 岸田玉子还主导了夫人外交 相关人士评价称他表现得很到位 岸田文雄和玉子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据知情人介绍呢说 当时岸田文雄是在给自己的父亲岸田文武当秘书 后来呢去了企业锻炼 岸田文雄对妻子可谓是一见钟情 两人于1988年步入婚姻 婚后共生育了三个孩子 大儿子岸田乡太郎今年30岁 现在是岸田文雄的秘书 由于岸田文雄进入政坛之后 职位是越来越高 后来基本上也不怎么回老家 跟家乡人的交流 现在全部由岸田玉子来负责 在岸田文雄选举的时候 岸田玉子是经常陪着他到处拉票 玉子本人呢也比较擅长演讲 9月29日岸田文雄在自民党总裁大选胜出的当天晚上 岸田玉子如往常那样 在家里做好了美食给他庆贺 而岸田文雄也马上晒出 妻子为自己做的胜利大餐 并配文称最喜欢妻子做的育好烧 今天也是一生难忘的美味 好咱们来看下一条新闻 说又到了一年一度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公布时刻 今天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是 大卫朱留斯和阿登帕塔普蒂安 这两位生物学家 首先呢恭喜两位科学家获得了本次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表彰他们发现了人类感知疼痛和温度的机制 大卫朱留斯是来自于加州旧金山大学生理学及分子的生物学教授 阿登帕塔普蒂安是来自于美国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的生物学教授 过去的15年中这两位科学家以及他们所在的团队发现了人类感知疼痛和温度的机制 他们的研究成果让我们了解到触觉的基础机制 同时使得人类可以针对慢性痛症开发药物 那他们到底是如何研究出来的呢 说在很早以前 科学家们就发现了人类通过触觉感受到冷热疼痛压力的能力 对于人类生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是人类与这个世界的连接基础 咱们都知道 人类的五种感官系统分别是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 其中对于触觉的研究一直举步不前 要知道触觉包括了很多 比如感受温度是依靠触觉 机械力的作用也是触觉 还有一个比较颠覆三观的 那就是蜡引起的痛感 也是通过触觉来实现的 这次的科学家就是让人类对于触觉的研究往前迈了一大步 上世纪80年代开始 大卫朱硫斯教授所带领的团队就开始研究 这个课题 他们正是从辣椒引起痛觉这里入手 详细研究了辣椒素是如何通过触感让人感知到灼烧感 在这之前 科学家已经发现了辣椒素可以激活痛感神经的细胞 而大卫朱六四的团队创建了一个包含百万个DNA片段的基因库 在这个基因库当中 这些DNA的片段都是神经元中能对疼痛热和触感做出反应的基因 大卫朱硫斯和他的团队在这个基因库中找到了能够与辣椒素反应的DNA片段 通过对DNA片段的进一步研究 他们发现了DNA片段可以通过编码出一组离子通道蛋白质受体 这个蛋白质受体后来被命名为TRPV1 他们还发现这个蛋白质受体拥有能对热做出反应的能力 也就是说它也是热敏受体 说白了这个蛋白质受体其实是在感受到疼痛的温度后才被激活的 看到这里咱们终于就能明白吃辣椒后感觉特别辣时 为什么很多人都要去找水和冰淇淋了 所以这个TRPV1的发现是一个极其重大的突破 它为我们开启了一扇全新的大门 科学家可以沿着这个路径去研究其他温度感应受体 事实上也是如此 后来科学家们还真的找到了一些 比如感受到凉爽的蛋白质受体拨合素 以及芥末油受体 除此之外呢 基于TRPV1的研究 也可以帮助科学家研发新型的止痛药 大卫朱硫斯研究搞清楚的是感觉温度的机制 感觉凉爽的机制呢 是由这次的另一位诺奖得主阿登帕塔普蒂安发现的 不过他的研究不限于此 他后来开始研究机械力是如何转化成触觉压力的 他的团队在实验室中培养了一种生长的胶质瘤细胞系 这个细胞系在感受到轻触带来的压力后 会产生电信号来响应 同样的研究团队依然需要找到是哪个基因在发挥作用 他们的方法也很简单粗暴 说白了呢 就是灭活后选的基因来看 如果灭活后对于触觉的反应消失了 那说明很可能和这个基因有关 通过大量的研究和搜索 他们最终确定了一个基因 它所对应的蛋白质被命名为PIEZOE 紧接着通过相似性的研究 他们还发现了第二个基因 将其对应的蛋白命名为PIEZO2 这些蛋白可以形成一种全新的压力敏感离子通道 阿登帕塔普蒂安的研究表明 PIEZO2离子通道对触觉至关重要 它在身体位置和运动感知的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随着后续的深入研究 科学家们还发现PIEZOE和PIEZO2 对调节其他生理过程起到关键作用 比如血压呼吸和膀胱的控制 这次获奖的两位科学家通过对以上的研究 帮助我们了解到了人类是如何感受到冷热和机械力的 这个过程中背后的神经冲动是如何产生 而这些研究可以帮助科学家开发相关的药物 好,以上是本期视频跟您一起分享的两则新闻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